生意人好像很吸盔啊 公司是否能够勇气经营 我是认为产品开发这块很重要 当我们去见客户的时候 我是讲我从来不把销售当位置 把它当作一个财政位 你给我钱你的财政位 把这个位置浪出去给你 有时接受这些批评 反而是好事啦 你好我是黄俊斌 欢迎收看启动人生 在上一期节目里 我们听过了Bagman创办人 刘明的创业由来 和他的另类管理方式 在这期节目呢 我们要来看看 这位喜欢反传统的创业人 怎么样描述营销和创业这回事 看看他如何把这两个重要元素 融合在自己的事业里 同时让他的包包走向海外 刘明以雨伞生产开始创业 可是觉得雨伞缺乏变化 而渐渐失去兴趣 喜欢挑战的他 转向设计和生产 各种不同款式的包包 并且开创了为个别顾客 夺身定制包包的服务 他强调市场营销 是企业的经营核心 专业就是对所投身行业的 高度热忱 结合全面的产品知识 自创品牌后 这个大马包包品牌 成功将产品外销至 法国及中东等地 你一直强调你自己是一个行销人 a marketing man not a business man 为什么你这么强调行销 那行销到底是什么呢 我一直认为生意人 好像很习葵 不够专业 很多人误会 销就是marketing 简单来讲 你的产品 或者你的价格的拟定 还有你的那个通路 还有你的怎么做促销 构成了我们所谓的marketing 一般上做生意 好像我们一传统生意 就是父亲专业 儿子 对吧 儿子有时候很难把它发扬广大 因为他一直造作 以前传统做下来的东西 我们要突破的话 我们不可能一次 卖会同样的产品 你有了行销的观念的时候 你会从产品那边开始 我的产品怎样做得跟 人家不一样 我的产品财业化在哪里 全世界只有我这里有 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研发了产品 然后price 我的价格的策略是什么 我的price strategy是什么 比方讲我要做的 我的price是 set一个timing point 就好像你 饼 融化的点在哪里 我抓到这个点 所以我的价格一定要 客户非常能够接受的地方 对吧 要像Dial 为什么Dial能够那么成功 因为他没有经过 他的产品的特点就是 他自己assemble 自己组装 然后价格就是自己卖 没有经过一些中间商 所以也就是说 行销是一个企业 不断往前迈进 不断成长的一个 主要推动力了 我是认为marketing 非常非常重要 你假如是没有这个marketing的 行销的一些观念的话 你到了某个 生意做了某个程度之后 你一定会遇到瓶颈 其实公司是否能够 永续经营 我是认为 产品开发这一块很重要 假如是你 从第一天开始 到最后 然后生年后 你卖出同样的产品的话 你产品没有开发的话 或者你只是买卖 你等着 可能中国方面 或者是其他国家 供应给你的产品 那我相信你就会很大问题 刘明喜欢开玩笑说 营销会算命 因为只要掌握营销技巧 了解市场的风起云涌 就可以预知 产品在市场的价值 市场营销无所不在 营销得无时无刻地进行 跟初相识的人第一次见面 递上名片的那一刻 其实就是营销的开始 当你去做一面 Networking 或者人家见客户的时候 递出去那张名片 你会开始影响 从个名片 你可以看出那个人的 他的公司的背景 他是否有创意 你就看到 你会觉得 这个名片很特别 那么你的爱开始 客户之间的科目一开始少了 然后再拿出我们的 那complete profile 我的complete profile 我的名片 尽量体现出我们的创意 和我们本身的 我们叫complete identity 或是reflex 我们做什么东西的 所以你看我的complete profile 是好像一个包包 对 完全不一样东西 所以是我宁愿花点钱 在这方面 给大家有不同的感觉 这个是我们一些 营销的一些概念 就是说每一个事情 或者每一个产品的呈现方式 你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对不对 你的presentation是不一样的 你通常会做怎么样的准备呢 以前古龙有句话 叫 手中无见 心中有见 对吧 你产品到了某个程度之后 你真的是 比古龙更高的 就是 手中无见 心中有无见 当我们去见客户的时候 老实讲我从来不把 销售当回事 当我能够把一个 一个背包是很普通的 我能够把一个 更复杂的包包呈现给你 你惊叹不已的产品的话 那个小包包是什么东西 对吧 你自然有人会把事情交给我 我认为最重要一点就是 你的产品的突破 那么你的产品很特别的话 你不能够compat apple 对吗 我能够orange 怎么compat apple呢 但你不能够比较的话 你不可以认为我东西贵 不一样的东西 对吗 所以我认为要做一个成长 或者是要成长的公司 有些事实你不是要接受 就是工资什么的高涨 要怎么抵消 一定要自己设立一个研发部门 研发部门非常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设计一些 其他竞争者没有的东西 听说你在商场里面这个摊位 都是顶呱呱的一级棒的是吧 因为我们做过调查 客户来源 第一是从网站来 就是所谓网站 网站你没办法一直在做的 第二就是Expicion 就是你的餐长 所以我是锁定这两个 第三个就是referral 就是讲可能是你的旧客户 我把新的客户介绍给你 那你的摊位有什么特别 你怎么去规划 你每一年的这个摊位呢 OK 我看过很多 因为国际的餐长单位 我发觉很多国际厂商 他们的CEO 就是留给他的那个designer 去design他的摊位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全部交给 这个重担全部交给designer的话 你就会有问题 因为designer不了解 客户需求是什么 对吗 你是一个CEO你才了解 所以我跟人家不一样 就是我本身很喜欢设计 我是一个marketing person 对吗 我把这个design和market 我了解客户要什么 那么我把我的设计 融合了客户的需求 我都make sure 你有那个referral value 就是你出来之后 你如果这个他放个飞机在里面 你会记得我 你的餐长他有那个价值 然后他会记得你 标新利益是捉住群众眼球的第一要领 但他必须是以顾客为中心的设计 才能达到营销的目的 刘明以创意让品牌获得认同 他在一次展销会上 遇到一位非常挑剔的顾客 这位顾客买了产品后 说了一句话 让他有了新的想法 他告诉我 我买那个包包不是因为你的品牌 是因为我喜欢你的设计 这表示我成功一半 另外不成功 那么回情一想的话 我是认为 我何必那么在意你的 那个品牌 我不干脆把那个位置 我把它当作一个财神而已 对吗 你给我钱你的财神 对吗 把那个位置让出去给你 有时接受那些批评 反正是个好事 我很好奇想知道 你所谓的财神位到底是哪一个位置 OK 比方讲 这边有个包包 这个位置一般是我们放logo的位置 对吗 我这个位置就 设计到它可以放在它的logo的 我这个拿掉 不要那么制作于我自己的品牌 因为我这边都有一个 我自己的 这个拉电头里面都有自己的 所以它已经无所不在了 无所不在 在里面也是有 刚才这边是有 全世界包包都没有这个定位 品牌包包 以赠送为主的一个定位 我们说一个创业人要赢得市场 首先要先赢取消费者的认可 唯有不停地对消费者的生活起居 观察入微 才能够累积全面的资讯 然后才能够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其实要怎么去留住消费者 对一个产品 对一个品牌的忠诚和信心呢 做任何东西 消费者会感觉到你的用心 用心来来 就是我们对某样东西转业 在你的想法当中 专业应该怎么显示呢 对产品的了解 一定要很测透的了解 加上你的product knowledge 你的passion 才能够成为转业 你只要是对那产品很了解 你的处事态度 马马虎虎也不能够成为专业 任何市场所一启动 你都很清楚 一定要知道的 那个product knowledge 你的passion 就是令到你利用你的 你在你的product knowledge 为基础的情况底下 做出 可能你的competitor 做不出的一些东西 你的专业才能够写清楚 从绘图 挑选材料 裁剪 制作到生产 只要制造包包的 每一个步骤都不马虎 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 就是由内到外 都达到精细化标准的产品了 这个包包设计给大概三天左右 最多是三天左右的bizet trip 对 OK 比方讲你看前面的部分 你放你所有的travel document的 好 这边放你的passguard 对 然后这边放你的boarding path OK 这边放你的名片 两边 给你放多的名片 每一个这个包包的位置 都已经标明了 标明对 清清楚楚 像我们这些初心袋的 一看填满这些袋子就对了 就对了 这个部分呢 OK 你看 这部分我们设计 你放你的电脑 嗯 你这边放你的cabel 哦 camera 你的mouse 所以你工作 需要的全部在这里 OK 这个是bizet的 这个部分呢 当然 是给我们放衣服的 嗯 这边有三个包包 第一个 这个是给你 你可能放这里可以 嗯 要这个也行 这个是 设计呢就是 这部分呢 三天OK的 出够的 这边给你放 干净的衣服 当你回 回城的时候 这部分给你放 安装衣服 所以你不用 不用 不用 很贴心的一些设计 对 环保 到了酒店 你要见客户 很清晰 对吗 OK 你就把这个包 拆开来 嗯 很简单的拆开来 对吗 你看 这个放在酒店 这个 所以前面是公物 后面是这个衣服 衣服 所以可以把它拆开 拆开 到酒店直接拿出来 不用去找 不用去继续整理 直接去建客户 如果产品只是一味地追求外在的美观 而忽略了内在的实用价值 最终只会沦为金玉其外 败去其中 我们常说啊 一个企业要做到以人为本 重视人的价值 才能称为一个好企业 但是别忘了 只有不停地对细节关注 对人的潜在需求观察入微 才能生产出优质的产品 才是消费者想要的商品 最重要是 一定要在产品研发的方向功夫 一定要问自己 我们凭什么走出去 强强刻意 我相信这天下无敌 创业我认为就好像是下不期 你怎么做人 就怎么做事 介绍你一个是我们比较新的一个产品 背包 这背包什么特别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 一个拉杠背包 对吗 一般的拉杠 设计是在后面 我们是在前面 当你背的时候呢 你背的时候 这背包它特别会 会顶到 这个我们在前面它就不会 所以就比较舒服了 比较舒服 OK 而且有一点就是很多人 不会怎么用那个背包 你会用吗 没事的 背包 背包就这么背吧 OK 应该就这么背吧 就这么背吧 你会觉得很松吗 会松一点 OK 你走沿路到那里很痛苦的 你在任何个背包 上尽量把这部分 这个设计来 就是给你放松 那个包的 哦 稍微勾一勾就可以了 调比较松一点 任何一边喜欢你 我是这边 调上来 对吗 飞上来 然后在这边 你把它拉紧 你背包拉紧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轻松 就贴在身体上 贴在身上很轻松 很多人喜欢把这边好看 他们讲好看 其实走沿路 你就很辛苦 而且对身体的姿势也不太好 会伤到这个背部 然后你这样紧的怎么松 其实也是这个部分 你看 你只把稍微拉一拉 所以这些设计 其实都已经考虑到 考虑到了 你看这个洞是拉的 对吗 然后你这个 这样子 你只要稍微准备 拉一拉 你看到吗 它就松了 它就松了 然后就这样子 所以整个动作 就不会伤到你的肩膀 对啊 很辛苦对吧 其实背包你刚才背了 一般在你背上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轮子 对吗 对对对 我特别的背包 特别就是你看到轮子 它能够隐藏似的 就完全收起来 完全看不到 完全收起来 然后你在Zip上 你完全看不到 你背的时候完全看不到 根据英国的 创意产业专题报告 2001年的创意产业 就已经占英国国内 生产指数的5% 超过任何制造业的贡献 表现亮眼 Bagman凭着独特的枕头背包 在国际设计比赛中获奖 他希望在创意产业中 也能站稳一席地位 我认为R&D是我们唯一 能够冲出海外的一个方法 有时很多人讲 做海外做海外市场 我认为最重要是问自己 我们凭什么做海外市场 对吗 你要讲拼价格 中国大陆日本印尼 全部比我们便宜 说凭什么 所以我认为 马来西产要冲出海外 唯一的方法 就是凭我们创意 创意很多时候是不用钱的 不用钱的 所以拼创意了 所以这个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我是唯一的出路 一定要出路 你看看你们的设计 还有第一个样板 都是马来西亚做 然后生产就在大陆做 其实这个流程有一个距离 空间上的距离 你会不会担心 这个抄袭的问题出现 很多时候大陆 除非它拿到一个正版 要不然它抄不出来的 那么很多时候 比方说我们产品 也推出市场了 你才来买来抄的话 它们已经太迟了 所以这也就是 为什么R&D这么重要了 它的整个技术含量 都在里面 有的时候入门坎 不是那么的低 不是那么低 不一定马上可以抄得到 对 我们知道说在马来西亚 这个industrial design 或者产品设计师的 毕业生并不多 那么会聘请 这些专业人士的公司 或者企业也不多 也就是市场上有经验的 这部分的人力 是相对的比较少的 当你培养了一批 有经验的设计师之后 你会不会担心 对手或者其他行业 就来挖脚 那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 你讲马来西亚的 那个industrial designer 不多 其实蛮多的 就是讲 我们的SME 中小型企业 很喜欢就是 buy and sell 他不喜欢设立一个R&D部门 一般上这种工业设计 我们叫工业设计 industrial designer 都是七到比较少 一般上都是做压石 或者是鞋 甚至一些可能一些 冷气之类的东西 都是这种比较大型 可能公司邀请他们 我们属于中小型的 我相信我是其中一个 最 one of the parents review 聘请这种工业设计时代的设计 其实我们设计包包 我是唯一的一家 他们不在这里抓去那一家 我完全不担心 有句话说 真金不怕红炉火 一个严格规格的产品 绝对不会惧怕外来抄袭 抄袭者或许只能抄到表面 但是没有办法抄到 产品的核心和精髓 产品的精细度 就绝对是一个信誉保证 所以只要在产品品质的 稳定方面下功夫 就绝对能够以致取胜 我想知道 Bagman的产品 都卖到哪一些国家去了呢 我们目前有做 沙迪阿拉伯 新加坡当然 南非 还有点就是 最先做的市场就是法国 法国 就是你个人品牌进入法国 我们的ODM是法国 个人品牌开始进去了 我觉得法国是一个时尚之都 那这个国家对 衣服啊 fashion啊 包包这些要求都非常的高 那一个马来西亚的品牌 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 高标准的一个市场 我想应该是不容易的 对没有 当时那个第一步是怎么做的 OK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是一个法国人 他是一个financial controller 他是我们在马来西亚认识的 那么他回去也是想自己干一番事业 我就鼓励他帮我卖包包 在海外市场方面呢 以马来西亚做包包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你们怎么去寻找新客户呢 在海外客户你不是要太多 目前不用太多 好像我的客户 客户为什么看得上我们 因为我们对包包的那种热忱 对包包的了解 对吗 跟你谈过之后 他接着你有没有流动 他就把你交给你 然后从这边 我慢慢他就把一些客户介绍给我们 生产包包和销售包包 其实是一个商业的过程 那时尚讲求的是 艺术设计灵感 商业过程讲的就是渠道 讲的就是营销 那这两者之间怎么去平衡呢 我是认为你要把你的概念 推广给消费者 就是唯一的管道就是这个品牌 品牌是我唯一突破的一个方法 欧洲人世界的东西跟我一点不一样 你看到世界所有的品牌 名牌 他们会比较注重在 在设计界里面 有form and function对吧 他们比较注重在form form的意思就是它的外形 外形 我就比较注重在那个function 就是它适用价值 就是符合你需求的一个地方 我这其实当初都是全力在帮人家做价益 为什么后来会想到说要做乳牌呢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 我们知道品牌是我们最终的出路了 只是讲可能我们知道自己 自从我们前一年 我去香港参展跟着MATRED去的时候 香港的展大概有4500家左右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礼品商 我去看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没什么大不了 我就决定今年里面我们去设计这些品牌 一些不同色 设计这些不同的产品 我们应该是其中一家 每一家唯一的一家应该是在那边参展 我们其实自己做品牌还没什么信心 不过去了香港参展之后 那个feedback非常好 甚至MATRED officer可能 为什么你不做自己品牌 你为什么做给别人 你那么好的产品 ODM也做那么多年 我认为用ODM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品牌 现在还应该是时候 企业不能单靠小商品贸易 目光不能短浅 时机成熟后就必须扩展生产设施 根据市场需求设计出更加切合市场需要的产品 同时打造自己的品牌 真正确立起本身在市场上的强项和优势 才能赢取广阔的发展空间 首先问自己我们凭什么 其实很多年的商业经验 我每次去外面跟一些商家交流 我发现马来西亚有个 其他国家没有的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其实很会做生意 只是我们没有一个好的产品来卖 我们很热情 对吗 我们英语讲的没问题 所以我们有这个优势 只是讲我认为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去卖 所以马来西亚商家 我认为要走出世界 最重要是一定要在产品研发这方面下功夫 问自己 我是认为了 不敢讲教导 我是认为一定要问自己 我们凭什么走出去 凭价格吗 我们怎么跟中国大陆 印度拼不可能的 对吗 所以要拼什么 唯一的拼产品的创新 第二就是品牌 就是我是认为要做国际品牌也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我是认为现在做的话可能是你只要产品 有个很特别的产品的话 你可以经过网络网络去做 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开 可能能够不是OEM 也不是OEM可能就是每一个国家可能是从马来西亚到亚西亚新加坡或者是印尼之类开个分行把你的speciality可能是一个做生意的手法或者你的你的kind of service 逐步的把它扩展出去 逐步的扩展出去你的好的产品也不急着去做欧美市场 马来西亚的这个商人在走出海外市场上我们怎么样去打响我们的知名度怎么样让人家认识我们怎么样让这条路走得平顺一点 要走出国外我们也就做得很专业呈现出世界级的产品能够媲美欧美任何个国家 假如我的产品是很好世界一流我的我的partner比方说我的website design做得很糟糕或者我的原料供应商很糟糕也不能走出外面了 所以基本上它必须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个团队可能不是内部的 您的意思说可能可以集合一些专才在马来西亚里面不同的业专才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对对不要讲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塑胶产业我认为马来西亚具备了全世界非常好的一些技术 那么强强合意我相信是天下无敌了就吸引力法则了 吸引力法则或者高手都会遇到高手对没有错假如你很focus很专注在你自己的那个专业上面 我对这个innovation就是创新的一些产品非常注重我设计的东西都make sure外面没有的 那么有时候我不是每样产品都能够自己设计出来对吗 那么有些产品是别人提供给我的怎么呢 他不懂哪里听到我是专门做这种东西 因为自动会找上门的很奇怪的 我是没信用法则地产是有存在的 有存在的 只要你前提你必须要很专注在你自己的产品 专注于创造自己做到而别人办不到的产品 这样就可以让产品与众不同 也能够降低仿冒商带来的竞争压力 与众不同的功能与设计自然会引起顾客的注意力 当产品成为整个营销的焦点后 掌控市场自然就会水到渠成了 那你会怎么样形容创业这回事呢 创业我认为就好像是下不及 你怎么做人就怎么做事 就怎么做你的产业 你是下去的人吗 你的供应商或者你的客户 或者你的员工你的同事 都是你一步棋子 你怎么去下 你下来快乐怎么不及 对那些有信要创业的年轻人 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忠告 我的忠告就是 一定要一步一步来 然后把你是本分做好 做得很专业 做得全世界最好 一定要很passion 很热忱的同事你的行业 不要讲一步等天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这是刘明对创业的诠释 他说做生意不能空有理论 没有实战经验是不会成功的 这就好比孔子的学说 是非常的有说服力 那是因为孔子曾经周游列国 他的学说是结合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我觉得创业就好比一个表演舞台 要表演的精彩 那就需要无数次的彩排 千锤百炼 才能够在创业路上 旗开得胜 这集的启动人生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